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叉燃大臉 今天看我最近穿咖啡色的衣服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拍什麼嗎 應該不會跟咖啡有關 欸 你怎麼這麼聰明 因為後面都是咖啡 就是咖啡廳 欸 沒錯 看到這個後面 想必有在喝咖啡的大家 所以咖啡想必非常的熟悉 講到咖啡喔 咖啡機 咖啡器材 咖啡色杯 都是非常跟我們的工業環境裡面 是一個不離不棄的雙胞胎兄弟 其實自從我戒菸之後啊 咖啡就是一個算是我長期成癮 跟陪伴我這個日子當中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工業的朋友 大家都會想說做工地 好 抽菸 喝酒 都不太好 喝咖啡 沒吃了吧 而且再來就是 我們常常在頻道裡面 做一些五四三的事情 或是常常發一些有了沒有的周邊商品 有時候這個賺不賺錢 不是重點 就是我們想要讓一起做工業的人 怎麼樣能夠有一些 屬於自己的帥氣的東西 就有一些愛漂亮的女生 就有少女專用的化妝品啊 或者是上班族 上班族有上班族專用的保養品啊 工業人 沒有 我們工業人有什麼 有阿B 對 你看 大家都就會覺得就是好像 沒有沒有這麼多人在喝阿B 所以啊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豪華的設備場 我們要來烘一個屬於真正工業人的豆子 所以你會嗎 你是咖啡大師 我不是啊 我只有小時候在85度一起打工過 當那個刮玻璃在那邊做 噴瓜 畫爸爸 笑哈哈 除此之外我跟咖啡產業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 我的朋友是 台中 打歐爾 講到舒華 講到這個烘豆絲 大家講第二 沒有人敢講第一 掌聲歡迎舒華 我來了我來了 爸爸好 其實這一集很有趣 就是坦白說我原本就是客人 然後我們從客人變成好朋友 然後有一次我就開始很認真的問老闆說 咖啡到底應該怎麼喝 我在你這邊喝了咖啡 然後買了豆子 然後回去我煮出來都不一樣 按照這個江湖道義上啊 以前古代那些做買賣的 他不就是 好慘 然後就拿另外一個game 另外一個game 我真的 有想過這件事情 但我沒做過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之後才發現原來咖啡之聲道 他連沖法 連水 連豆子 還有人的心情 連你聽的音樂不同 你的味覺感受其實差非常多 其實我們今天原本要跟大家講的是水 但是我又覺得喝水太無聊了 就是如果為了只有拍水 然後我們就拿了一些報告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水應該是很感性的 水要搭配上文藝的咖啡 然後所以我們就麻煩了舒華哥 有沒有可能因為舒華哥也算是我們的長期觀眾 嗨 是嗎 你這樣懷疑了兩三秒 我怕沒有說服力 真的 幹 怕了 我們這次想要跟Styler玩的就是 我們想要配出一個屬於工業人的味道 但是因為這個咖啡豆磨出來的粗細有差 泡法手法又有差 水又有差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我們去找了很多種有趣的水 然後用工業的方式去測量出水裡面的殘留物跟雜質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怎麼測呢 等一下你要四哥的水有這幾道 我們去搞了地下水 是 來自廚房的自來水 是 濾水器的水 好那你買哪一家的濾水器 就宅水店上直接照單 你們就是連做功課都不做功課 直接找人家覺得不錯的 對啊 這樣快快啊 好 然後還有你上次我在你家發現那個 淨水實驗玩具的水 然後我用那個在那邊滴滴滴 滴滴8小時 滴滴以前很無聊 公司有買那個求生玩具 就有一天你到荒家圍外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那個小玩具然後一開始滴滴滴滴出來的水 號稱是過濾水 今天說法科就是我們的不可變因素 因為我們在想說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幫大家去實驗出就是所謂的好水 大家都喜歡裝淨水器 有的人喜歡自來水 各有各門各派的說法 但這個好壞當然沒有一定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用杯測好了 杯測 一模一樣 老江湖 扛著自己自家starweight的招牌 好扛了 你現在等到晚做咖啡 對我們在它在用很標準的方式幫我們車的四種水 然後等一下我們在等待過程中 我們要先讓你喝看看它四種水的感覺 純飲就對了 對我們先純飲 然後你幫我開這部分 真心盲測 如果我喝出來我覺得最好喝的是地下水怎麼辦 那我就去搞那個地下水裡面放一半公尺 等水開啊 你看他們後面這邊有很多他們的咖啡豆 那我們在這個等水開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來進廣告吧 在台北工作生活裡對台北的印象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這樣 這是我每天上班工作的地方 我們上次在拍攝洗劫運的那一集有跟大家提到 2022台北城市博覽會即將在8月27號正式登場 這一次測展的主軸是台北的未來 其中包括三大展區跟六大主軸 讓我們用不同的面向來看看台北吧 2022台北城市博覽會將由8月27到9月11號 在台北花博增園館舉行 周邊還有試習跟各種精彩的展演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快來參加 2022台北城市博覽會 你們真的不給我提示一下嗎 如果我的那個品味不好怎麼辦 品味是很主觀的 但我覺得身為我們品茶的經驗 所以我的舌頭應該是蠻有自信的 A喔 對 你看他這個光澤 屁啦有光澤 我覺得這是地下水 我們全部四個喝完再決定 什麼是什麼 搞不好四個 我們第一輪都全部是地下水 你看這個整人計畫 然後一看一頭掰 看你媽的都會唬爛 喝起來不一樣啊 這也蠻像地下水的 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不喜歡A 有一個金屬味 我感覺 我不確定 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當第一好了 這當第二 三 四 我覺得B跟D的感覺真的差沒多少 等一下 這樣出錯了 我還沒準備好耶 要跑四分鐘 我們要怎麼喝咖啡 我們要怎麼喝咖啡 杯測的時候會有一個動作叫做措吸 這措吸的動作是要讓它物化 物化的話可以讓香氣瞬間氧化 你會覺得皮箱香氣很好 像這樣 欸 他好擠我他 那其實他就是 進去的時候讓它噴閃 我也要我也要 好 好 這可以用慢練啦 那基本上 你只要每次喝的量一樣 用一樣的方式喝就好 他每次在旁邊啾一次 好像就刺激了我一次一樣 為什麼他溫度下來 我又覺得他喝起來又不太一樣 我們人的味覺啊 在越接近體溫的時候 你的意思 越接近體溫的時候 欸 欸 他啾了一下 你感受的東西是越多的 沒錯 就是那個啾 我好像找到訣竅了喔 唉唷 唉唷 人的味覺怎麼樣 感受的東西是越多 你好了就可以寫 但是我一二名又想換了 沒差啦 先這樣 1 2 3 完全不一樣 我們只有 最後一個一樣 我剛剛喝完冷一點 我想把一二名換 溫度下來我就是C DBA OK 好這一杯 好這一杯 基本上 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咖啡就是希望他要有 那樣的酸要甜 但我覺得他有甜 可是 他的酸度 比較 不是很漂亮 不純的酸 比較不像水 水果的酸 其實在萃取咖啡的時候 水裡面的物質 其實真的蠻重要 像 鎂這個離子 就很容易 引導咖啡的酸被萃取出來 比如蓋好了 可能就比較偏 煎鍋奶油掉的味道 比較容易被釋放出來 所以這杯我覺得 它的風味上來說 其實不夠明確 然後有一些泥土的味道 我覺得它是 溜溜 就是溜溜的感 我們通常會形容一些 比較負面的 可能是點啊 泥土啊 橡膠味啊 我覺得它都有 踏得到一點點 橡膠味 對對對 我覺得它有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 我現在在用那個 殺人機在切鐵管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個那個味道 再來就是 這個的口感很澀 很澀 怎麼樣講口感呢 口感就是滑的黏的 乾的色的辣的 所以你可以摩擦你的舌頭跟上耳 你會發現 你越摩擦越乾 其實在這一集啊 我們的同事 花了好幾千塊 把水送咽 但是我到現在 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水 我跟大家發誓 我在前面看過報告 或者是我知道這是什麼水的話 爛掉 哪裡爛掉 各種爛掉 隨便 我不知道 你要有我下頭爛掉都可以 直接哪邊爛掉都可以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在想說 到底是不是人的潛意識會影響這件事 所以 多多少少 對對對 所以等一下現在我們是要直接 公佈我們的最後一名 A的報告 A的報告 我們有驗 早電部 夜區直播 然後蛋 安器 主要是怕你家附近 可能有一間虛木場 或什麼的排水 還有水管理 你知道做工程 有一些人很要求 他把那個化分池的水 直接接在排水裡面 很要求 對對對 所以你會有一段時間 他會把塞跟尿放出來 真的是 你會突然 晚上你突然會聞到一個 怎麼會有塞 又沒有了 我只能說到這裡 我現在已經夠危險了 然後安器的話是沒有的 沒有安 安心 安心 焰鐵跟猛 也是金屬 金屬 但是這兩個會影響喝起來的口感 是 然後也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水源附近是乾淨的 乾淨的 但是他的大腸桿運處有57 標準是6 我們要不要排隊去廁所 有煮鬼 有煮過 所以我們剛剛喝出來的那個 的那個感覺是 死掉那大腸桿菌的味道 有可能 那個勒勒的是 濕體的大腸桿菌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裡面的物質的 但因為這個報告它是 檢驗飲用水喝的口感 跟有沒有乾淨衛生 所以你要公佈答案嗎 對 你剛剛最不喜歡的A是 地下水 我覺得這是地下水 那第二個 這個 口感比較比B杯好 但開始有一些 花順 堅果的風味 所以你幫它加分是堅果味 因為照理說 比起泥土味 橡膠味 對 鐵的味道來說 比較容易入口 那B 來來來 B是什麼 B的話 它的酸減值 就PH值 是 7.9 我們在7.9買的飲料是什麼 PH 9 9點幾 但那個蔥咖啡就會 很難喝 很怪異 因為它那個對酸味的體驗上 其實會差很多 這個B 它的金屬物質 鐵跟籠是沒有的 大腸桿菌素低於1 但是它有綠 它有綠 它有綠 它有那個 香腸的味 一點點也很好 而且咖啡還好 因為其實咖啡也算 一般一種過濾器 蛤 因為咖啡是 很多孔孔系啊 其實你用顯微鏡底下看 跟海綿一樣 很多孔 對對對 所以水是進去再出來 所以它會融一些東西出來 但我覺得這個 就跟它真的是屌打它 完全不一樣 一個就是乾淨 一個就是混濁 如果你在路邊賣咖啡 這兩杯分別可以賣多少錢 欸 難講喔 你在越南可能 他們會覺得很好喝 喔在越西館 不覺得很好喝 越南咖啡館很chill 你們有去過嗎 越南 真的很 越南就是一堆男生 因為越南是母系社會 都是女生出去攻擊 路邊一堆 然後男生就每天沒事這樣 好我沒有理題 好 所以B是什麼呢 B是 深水的自來水 喔自來水 自來水 算是正常表現 等一下 所以有一杯是用那個兩光的玩具 對對對 兩光的玩具弄出來的綠色機 來先講一下是一個代理人排名 誰是第一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試試 對對對 這是第一 這第二 那你們要先知道喔 我覺得兩邊講評完 好啊再來 再公布好了 那我們就換第三杯吧 好 是不是開始有一些比較明亮的果酸了 口感也更滑 所以它的 水果風味 層次 原味 其實我覺得都滿好的 這個呢 它是不是有酸味 嗯 可是很快就變乾乾澀澀 對 但我覺得第一 它一開始在很熱的時候喝起來 那個味道很 就很強烈很爆發感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以前才會跟你說 咖啡趁熱喝 那其實不用 你冷掉來 好咖啡 那就是好不好 就一覽無遺 哇好屌喔 沒有我覺得很屌就是 因為我其實人生還沒有這樣子的享受 完全是靠著頻道的關係 就是讓一個很厲害的咖啡師 泡不同的給你 然後 你去發現說 靠魚那竟然差這麼多 光一個水 這是同樣的咖啡喔 對 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摩托機 好那我先公布D好了 好 D它的 GH值 是8.7 然後 一樣也是沒有金屬 還有 大長感率數也很低 不到1 然後 然後 它的濾氣啊 也比深水的自然水跟深水的地下水還要低 它只有0.22 標準是0.2 是 喔 0.22 然後D是玩具 D是玩具 但玩具也很屌欸 玩具 欸 但玩具等於也是多了一道手續 那C C就是 宅水店那個健身器 喔 有濾有差 這樣喝起來就有一種甘甘的味 我覺得可能乾淨 喝起來就乾不乾淨 因為我覺得咖啡豆就是這樣 我們溶東西就是 濃度高轉移到濃度低 對 所以如果你外面是很乾淨的 它是不是很好 它就很好過去 好像很好把東西抓 這個理論很不錯欸 它的PS數是6.6 一樣也沒有金屬殘留 然後它所有的細菌類的測試都低於1 喔 然後重點是它的疑慮只有0.02 比標準再低 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欸 喔 梁師傅沒騙人欸 而且我們其實在還沒有來之前 他們有先拿那個筆去測 測它的那個 TDS 滴下水的水 滴下水的水 廚房的水 進水小玩具的水 麗石 沙漬 碳 濾紫 滴下水 這是L Smith的水 不過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件事情是主觀的啦 喝咖啡也是主觀的 真的 所以我一定真的有人覺得地下水喝起來 所以我剛剛講 這樣的味道說不定 在越南 大家超愛 其實因為我們在最近的系列開始要跟大家聊水 從自來水廠的過濾 然後一路到水送到你家裡面 然後我們會經過那個bump 然後把它打到你的水塔 水塔之後又經過你家的管線 進到你的營用水 你洗澡水 其實中間有很多很多的複雜關係 但是我們都還是鼓勵大家 沒辦法保證你的房東給你的水管 是不是60年前的水管 然後你也不能保證你的bump 送上去的水 你的水塔是不是乾淨的 那我們為什麼我們不用去測那個 其他礦物質啊 我們沒有金費啊 那個要再多加點錢 還有多一點時間啊 喔 可以嗎 蛤 可以加點金費嗎 可以啊 不是 我就是 哇 排片很硬了 我真的 我都在想一想 我深一想要不要出來賣咖啡算了 不要啦 真的 咖啡也很硬耶 咖啡也硬 好 我們就是這一期再次感謝我們的舒嬅哥 感謝我們的STARHOVER 真心推薦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客人 我從客人然後變到發現 老闆好有趣 然後才有一次聊到說 欸還是 老闆如果我們想要讓帥氣的工人 能夠有屬於自己的咖啡豆 對 就是老話一句 賺不賺錢沒差 我們就覺得想要好玩 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我們也會拍一個小的會員影片 然後告訴大家舒嬅是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想法去搭配這個 屬於工業人的豆子 咖啡 跟咖啡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集 我們想要跟大家 用有趣的方式聊聊水 對 不是聊錯心 咖啡 現在超市到底 我們下次再見 我拜託 恭喜L史密斯RO競選期獲得第一屆 冰眼咖啡大賽冠軍 不只綠心超好玩 連唇眼都是甘甜甘甜 欸我怎麼喝起來都很弱的感覺 你做一個動作我後製幫你上 還有聲音 後製準備好了 後製一二三 欸但是 我去工地那邊磨很麻煩欸 掛耳包 你們可以做掛耳包 是 茶包 是 像泡茶這樣子 泡咖啡 你都可以幫人家做 可以可以 所以想要找你做咖啡豆的也可以 當然